当谈到欧洲的旅游圣地时 卢森堡可能不是第一个被提及的地方 但这个小国却有着令人惊喜的旅游景点 以下是卢森堡的五大旅游景点 让您寻找新奇之处 1.卢森堡市老城区 这个历史悠久的城市被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您可以在这里漫游与狭窄的石墙巷弄 参观城堡教堂和古老的市场广场 感受浓厚的中世纪风情 2.谈普城堡 这座壮观的城堡位于卢森堡市以东 坐落在一个高耸的石灰岩山上 俯瞰着一片壮丽的风景 谈普城堡是卢森堡最重要的旅游景点之一 提供令人难以置信的风景和历史故事 3.爱西湖 埃斯斯瑞 这个宜人的湖泊位于卢森堡北部 被山脉和森林包围 是一个完美的休闲圣地 您可以在湖畔散步 华独木舟或参观古老的爱西城堡 4.创新城区克克伯 卢森堡的现代一面体现在创新城区 这里有现代建筑博物馆和欧洲联盟机构 提供一个新颖的城市风格 5.美全宫 Malifau Region 被称为小瑞士的美全宫地区 位于卢森堡东部 以其迷人的自然景观和来骨而闻名 远足者和大自然爱好者可以在 这里探索壮观的岩石结构和森林 卢森堡可能是个小国 但它充满了惊喜和多样性 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旅游体验 当然这是你探索卢森堡的五大旅游景点 但如果你还知道其他必去的景点 请留言告诉我们 请关注我们每天带给您世界各国的资讯